大家我是暴君 今天来说一说 大卫王成为宠物猫口粮的影片 人体雕像 话说某国流行着一种吃的运动 吃的越多就代表着越威猛 杰克是其中的一名吃货运动员 身形膨胀的他 从小就展现出了吃的超高天赋 几分钟吃完十几个人的分量 那简直小菜一点 在吃这一方面 可以说是无人能敌 大卫王吃播什么的 见了他估计当场就要吐起来 在一次比赛中 同样是吃货运动员的肉丝 对他一见钟情 一直在台下为他加油打气 杰克将这种动力 转化为无穷的食欲 手不挺追也不挺 胃部的蠕动更加不停些 但以为吃的太急太开 一口气没上来 直接晕了过去 虽然最后没得到什么名吃 但却收获了 肉丝这个很有分量的量女 不久之后两人就正式败堂成亲 不管从深情还是职业上来看 两人都是天生一对 命中主力是要生活在一起的 可能是杰克代购与威猛的原因 肉丝很快就怀上了孩子 但因为他本身是一名吃货运动员 怀孕之后 就要被调去取他地方 所以最后不得不买同医生 做了一个假的体检报告 一个土豪得知他们夫妻两人 胃口极好 特意搞了一瓶旧时间的鱼嘴酱 要求他们20分钟吃完 肉丝可能是太久没有吃过这样的好东西 一时没忍住就多吃了几瓶 结果刚刚吃完 就感觉不太对劲 直接晕了过去 很快下怀就出生了 由于是早产儿的关系 孩子非常的瘦小 直到长大成人 也就是一副精瘦的样子 就算自家成为老爸那样的大胃王 也只能是有心无力 于是只好开了一家动物标本店 而此时的杰克 也照进膨胀到不行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想动一下肉身 都比登天还难 像一坛肥肉脂肪一样 一天到晚弹在那里 身形膨胀了 胃口自然也会变大 东西吃起来连包装都不用弄 直接一口吃下去消化掉 还边吃边看大胃王的比赛 增加一下食欲 儿子没有吃货大胃王的天赋 杰克只要饲养几只宠物猫 将他们培养成动物家的肥猫大胃王 每天让儿子买一些 高肉量高脂肪的东西 挡住他们的口粮 儿子去潮湿买东西的次数多了 很自然的 就喜欢上来个收银妹子 每天准时去潮湿看她 成了儿子生活中唯一开心的事情 但妹子却并不这么搭理她 两夫子之间 总会因为一些所随事而争吵 杰克开口闭口 就是当年的威风事情 说自己是如何的威猛和潇洒 孩子嘲讽儿子太过于瘦弱 不像自己 而儿子同样也看不上 红罩的像球的父亲 他已经说过了这种垃圾一般的生活 于是父子两大吵了一家 儿子一肚子活气离开了家 只能来到建设坊 释放一下怒气 没了就又来到潮湿采购食物 发现喜欢的那个收银妹子 已经不在了 回到家里刚想叫老爸的时候 发现有点不太对劲 眼前恐怖的一幕 吓得找她一点泌尿系统失去控制 老爹的油腻肚子 已经被宠物猫掏空 原来是这几天没人喂猫 猫龙又没关上 平时胃口就很大的猫咪 实在没东西吃 最后就吃到了老爹这对脂肪 唯一的老爹没了 喜欢的所有妹子也不在了 儿子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留恋的东西 于是他在老爹肚子上塞上舔宠物 做成人体标本 然后将好各种手术工具和药水 亲手解剖和掏空自己 将自己也做成一具人体标本 之前约定好过来拿后来一个男子 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 将负质量有的人体标本 展览出来工人观赏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上一月2006年 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匈牙利影片 全篇有三段式的小故事组成 故事之间又承接联系者 表现出了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的变现和隐喻 喜欢重口味的大伙伴 可以去看一下